移居嘛,你就是要选一个你认同的,你喜欢的,而且不喜欢的部分,你也勉强可以接受的地方 有移居想法的人应该趁早开始,放不放弃都是路,只要自己不后悔 拿到签证咯 今天呢,拿到签证了,我决定今天晚上一边喝酒一边庆祝自己顺利拿到签证的同时呢 一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做去日本这个决定的时候 身边频繁听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或者有什么移居经验分享的,非常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日本,不是英国加拿大那些英语国家,还是文化认同感的问题吧 其实很多香港人啊,还有很多在香港工作过的人 选择移居移民啊,都会选择像英国啊,加拿大这些说英文的地方 因为他们本身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嘛,去了以后呢,语言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 但对我来说呢,这些地方没有什么文化认同感 东亚文化,它有利有弊 一些华人移民可能也是受不了东亚文化里面那个弊端 但是对我这个在东亚成长的人来说 东亚文化是我的组成的一部分 我对这个文化是有认同感的,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吧 你让我离开现在的这个环境,去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 其实我可能反而会无感 这种无感啊,不利于移居哈 其实我之前在欧洲企业上班的时候呢 我也正好趁去欧洲出差的这个机会呢 就考察了一下 啊,是很美,没有错 但是再漂亮你也就觉得 哦,好美 就算自己的英文的话 对于在海外生活来说,它是OK 但是说实话,和当地的人接触以后就发现 也没有什么共通点 首先脸就长得不一样了,对吧 当然选择日本也是经过一个考察和一个思考的过程以后才决定的啊 其实在日本稍微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 日本待久了也未必和你想象中一样好 你肯定也能发现日本生活中的一些缺点 但总体来说,宜居嘛 你就是要选一个你认同的,你喜欢的 而且不喜欢的部分,你也勉强可以接受的地方 毕竟你要考虑的是两年以后,十年以后 甚至是二十年以后的生活状态 第二个问题啊 疫情期间去,你不怕疫情严重 经济环境差,去到发现没有什么发展机会吗 怕啊,超怕的好不好 但你有没有想过,目前现在这个状况 你就算留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也有风险啊 对我来说,留学,移民,移居,这属于投资哎 而且他不是第一风险投资啊 对,现在一起期间,各个国家的经济都不怎么样对吧 就业机会也少了很多 但这不意味着我就不去行动啊 就像做YouTube一样 虽然我现在开始的比较晚 但如果你真心想做 总不能因为宛入事,你就不尝试吧 移居之前如果你想太多,有可能会遭遇了风险 你是肯定没有勇气开始的 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哈 而且现在的风口我觉得啊 有移居想法的人应该趁早开始 以后说不定会更困难 第三,你不会因为说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稳定下来了,就放弃去日本这条路吗? 其实我之前真的差点因为这个理由就放弃了哦 而且我身边有很多原本有留学移居打算的朋友 也都因为类似的情况放弃了这些打算 比如结婚,生了小孩 比如找到了一份稳定,前景好的工作等等啊 疑问原因都是因为不舍得放弃现在苦心经营的人生 其实我非常理解啊 举个例子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呢 虽然很辛苦 但它确实是能看到职业方向的 比方说做两年可以升到什么什么title 再做个五年可能月薪达到多少多少k 如果离开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这些苦心经营的东西最后全部化成灵 但是后来我有意识到 就是这条职业之路看着稳定 它其实本身不是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 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的话 它就违背了我的初心 当然每个人的初心不同 也不代表说放弃了初心 选择第二条路它就是错的 人生方向很多种嘛 你还是要遵循实际的情况 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所以朋友们啊就是放不放弃都是路 只要自己不后悔 第四到了日本能找到的工作 肯定没有之前好啊 这个落差能接受吗 诶能诶 以前我可能不能接受 就是我的固有思维嘛 就觉得工作就应该在办公室里坐着 然后对着电脑 然后可能升职加薪 然后美美的退休 这就是我的原来的思维 但现在觉得这个想法 其实反而好像束缚了自己 让自己人生的可能性就变得好少哦 这样的想法导致每个人都变得一模一样 其实有种变成了机器的感觉 其实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站稳脚跟 它不只有一条路啊 到了日本以后 也许我找的工作它不是office的 也许也可能没有那么体面 体面 但我愿意去探索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毕竟人只活这么一次嘛 当然将来有一天要是我饿死街头了 大家也不要笑我哈 希望不会哦 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 日本天灾那么多 你不怕哦 怕啊 超怕的好不好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移居日本之前 你要想清楚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风险 我是虽然怕 但也接受了这个设定 其实说了这么多 就是每一次在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也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但每一次在回答他们的时候呢 也会更加坚定自己的内心 他们也会叹叹 我说对不对 其实人生中被人质疑的时刻很多啊 但关键的是你自己要认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 带着初心 然后被生活推着前进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也是喝了酒了 有点忙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点击关注哦 也欢迎大家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是Puffy 我们下期再见 by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